开始吧,时间到。张大强吩咐,不能开始,方恩山仍然举着报纸,黑黑的笑声更大,这已经不仅仅是拒绝倾听,而是一种强烈的抗议。 可是怎么办?周睿总不能去扯报纸,洛家困在其中束手无策。周睿仍不说话,静静地僵持,会议室陷入死寂,对峙的空气和不舒服的感觉笼罩着。 老方,我们开始吧!赵鸿河突然开口,他级别和实力都不在方恩山之下,他是最好的人选打破僵局。 方恩山手腕一抖,不放下报纸便是不给赵鸿河面子,心不甘情不愿地收起报纸,懒懒地端起茶杯,噼里啪啦,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寂静中十分清晰。 林申,来自规划计院,周睿刚查过他的名字,他怎么会跳出来作对? 这声音代替了方恩山的报纸,传达着不屑和对立。 技术交流没有开始,无声的较量已经开始,反对者跳出来用各种方式干扰着技术交流。 要是以往的周睿既观察不到,也不敢反对,只会低头讲述,必然一败涂地。 今天的周睿却焕发了神采,他向前压几步来到评委身边,西服衣角几乎扫到电脑屏幕,气势凌空压下去,破得他合上笔记本。 周睿悠然转身走到评委中间,焕发出强大的气场。 我们探讨智能交通解决方案之前,我常常在想几个问题。 2008年奥运会,各国首脑和运动员云集北京,怎么保证奥运场馆周围的交通? 北京每月有数万辆新车上牌,机动车保有数量翻倍增长。 道路怎么满足与日俱增的交通需求? 市民素质量又不齐,智能交通管得了车子,管不了市民。 他们闯红灯,穿越车道,不遵守交通规则,我们有办法吗? 周睿与评委们这场无声的较量,如果用语言描述,至少十分钟才能讲清。 其实却发生在一瞬间,一般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场交锋。 洛家被他举手投足蛰服了,柔情蜜意,泛上心田。 看来爸爸极有眼光,周睿以往十分普通,甚至自闭,没想到破解了心理障碍之后,竟然如同换了一个人。 爸爸病情加重,盼着自己早有归宿,更盼着能抱上孙子孙女,来得急吗? 也许,应该。 洛家突然脸色涨红了,天哪,我怎么胡思乱想,到了结婚? 赫然一惊啊,他也是倾听高手,竟然被周睿的气场笼罩,下意识地思路狂奔。 招头标中,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,厂家都可以充分表达想法。 评委们早已禁于周睿气场而不自知,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皱起眉头深思。 王凯忍不住问道,你什么意思?难道北京交通没办法了? 周睿秉持先砍对手两刀,再介绍自己的法则。 全世界任何大都市,交通系统都没有北京这么复杂,到底有没有实权实美的解决之道呢? 评委们听出不对味来,招头标就是要介绍方案,一名评委质问,你什么意思? 周睿不去讲方案,反而去砍惠康。 我们设计方案如履薄冰,有三个巨大的风险,必须注意。 在15分钟内,周睿不需要征得评委们的同意,只是为了试探听众反应,见到他们腰挺直了,确认抓住了注意力。 第一个是风险变化,车辆增长,奥运会召开。 交通运输的发展都意味着变化,智能交通能不能随需应变? 如果不能变化,系统就要被淘汰,这次招头标就会被浪费,时间是否允许我们更新系统? 万一奥运会期间临时交通规则不实行,会不会影响奥运会?我们该承担什么责任? 各个厂家大谈方案的先进性,周睿的讲法与众不同,不断去给竞争对手买地雷。 第二个风险是分散,产品处理能力不够怎么办?增加处理单元,将任务分散处理,大家看看这张照片。 周睿说着显示出一张照片,技术人员坐在电脑上无法落足,这是机房中常见的情形。 占用地方没有关系,处理器多久交换一次数据,15分钟? 一辆车从朝阳区跑到海淀区,数据要从一台服务器跑到另外一台,带来多大负荷? 交通高峰期怎么办?电脑系统不停折腾,最终会怎么样?崩溃,多少罚款将会流失? 周睿用足了纳兰卖海参的法子,两刀处处砍在惠康的要害,10分钟屏蔽对手,5分钟介绍自己。 没人打岔也没人提问,目光紧紧锁定每个客户,再不逃避,便散发出了有魅力的气场。 周睿的心理障碍破绝,介绍完毕,评委们爆发出一阵掌声,连方恩山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左右交际的巴掌。 不应该啊,我不能给杰克鼓掌啊。 洛家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凯。 王总的意见呢,您负责软件设计,一定对硬件有很多要求。 在别人眼中,洛家专业客气,王凯眼中却是妩媚动人,他左右摇摆拿不准立场,该攻击呢,还是该保护过关呢? 此刻沉醉在洛家的笑容中连声称好,杰克提醒的有道理,硬件系统必须随需应变,还需要注意分散带来的风险。 介绍完毕之后,厂家代表就要离场。 洛家起来握手致谢,到张大强面前,笔记本忽然划出掉落在地面。 张大强反应极快,弯腰捡起来,顺便说句不错啊。 他们离开会议室,方恩山不动声色地发出评估表。 评委们看出洛家的关系匪浅,听出了倾向性,埋头打分。 评估表很快搜集起来,方恩山将评估表递给工作人员,统计。 工作人员演急手快,三人一组,一人爆出得分,一人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,一人监督核查。 数字汇总进表格,打印机,支拉支拉吐着报告,被封进信封,交回到方恩山手中。 方恩山掂量着轻飘飘的信封,感受到数亿人民币的分量,站起来, 走,汇报去。 周睿出门,气场全消,紧张地问洛家,还好吗? 洛家牵着他走进安全通道无人的地方,看着他的眼睛。 赵支队,方处长,张大强和王凯四个人,加上五名评委,共有九个人。 赵支队记录五次,方恩山和王凯各记录三次,他们的关注点我都记录下来了。 大强呢?周睿摸不准张大强的态度。 洛家故意坐在侧面,观察每个人,又不被注意。 周睿讲灵活应变的时候,张大强做了记录,总共五次点头,皱一次眉。 洛家在告辞的时候,笔记本故意掉落在地面,张大强弯腰去捡,记录本的时候,洛家看了一眼。 你猜猜,他写了什么? 哦,什么?周睿尽管知道他的天赋,仍没有想到他观察得这么细致。 洛家的目光转向左上,露出回忆的目光。 张大强的记事本非常潦草,右上角有分散两个字,被打上重重的黑叉,显示他否决了分散方案。 还有,右边第二个评委,大约三十岁,戴着眼镜,穿着浅黄的变裤。 在你讲的过程中,目光十分涣散,好像有新事,是唯一没有听进去的人。 他是谁? 他来自规划设计院,没有给我名片? 评委从数据库里随机抽取,也不用向厂家介绍。 洛家拉着周睿从台阶来到顶层平台,钻进了他的怀抱。 总的来说,棒极了。 周睿揽着他的腰肢,闻着淡淡的香味,虽然输赢变换,感觉全身心的满足啊。 楼下二环路上车来车往,温暖的阳光照在头顶,他发丝凌空飞舞,他沉浸在无处不在的幸福中。 世界上只有两个人。 洛家的身体突然脱离,睁大眼睛向后一退。 那个评委眼神不对,非常反常。 我猜到,为其风不为人知的秘密了。 他坐在沙发上,手指如同蝴蝶一般地发出了短信。 周五,下午两点十分,赵大群换了座位,坐在会议室中间,炎然居高临下的法官。 雷利行坐在长条桌一侧,叛乱主管们摩拳擦掌地坐在对面。 外围是近百名销售和两位中立主管。 就像是陪审团,批斗大会转成了审判。 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破坏了完美的审判气氛。 雷利行的面前放着一杯提神的咖啡,旁边还有几块用于补充能量的巧克力,是他吃剩的残余。 六位主管处于亢奋之中,围绕着白纸宣泄不满。 竟然没有想起去吃点东西,这一刻他们看着咖啡杯和巧克力块忽然生起了一种被算计的感觉。 罗小溪尽力地维持局面,必须撑到北京通管局有了结果。 哪位先将? 既然翻了脸,必须一棒子打倒,让他永世不能翻身。 方鸿伟豁出去,抢先发言。 今年还有很多机会,我们有信心完成目标,我们不怕竞争对手,就怕有人从后面给捅刀子。 赵大群继续借刀杀人,问方鸿伟。 你说,怎么解决? 我不能跟雷先生共事下去了。 方鸿伟抛出了这句话,就是摊牌,会议室中立即寂静。 中立的华东区主管举起手来,他瘦弱苍白,戴着金矿眼镜,文指彬彬。 我说几句,雷先生来之前,我们业绩是很差的,这个季度上去了,主要由于新人有不错的贡献。 一般新人加入公司,第一个季度只能做到平均数字的五分之一。 我们华东区,新人做到了百分之五十,他们下个季度肯定会有很好的收获,我有信心的。 业绩最好的香港区主管举手发言,他们也有销售人员流失,找到替代人选之后迅速成长,对今年的生意也有信心。 总算是有人为雷丽行说话,气氛稍稍有所改观。 赵大群却已经达到目的,低声地问雷丽行,我们捧一下,大家休息一下吧,午饭吧。 赵大群从座位上起身,这句话提醒了肚子震天响的众人,销售人员进散,主管们却被叫住,你们别走,一起参加。 与此同时,李玉玺面前有两个密封的文件袋,他缓缓拆开第一份商务文件,声扬第一,杰克最后,他继续打开第二个,表格跃入视线。 他抓起计算器按出结果,手腕轻轻地颤动,把两份表格合在一起,递给方恩山说,年年。 手机震动,王凯收到短信,悄悄去看,那是洛家的短信,那个戴着眼镜,穿浅黄裤子的评委,是谁? 王凯一眼找出来,他来自设计院,名叫林申,敲入手机回复回去。 洛家多疑了,专家评委都是随机挑选的,应该不会有问题。 张大强手机也在跳动,他低头看了洛家的短信,目光锁定林申。 他是什么来历?赵洪和掏出手机,看看林申,不认识,将手机放回兜内。 技术分第一名,中国惠康67分。 第二名,杰克中国72分。 第三名,中联65分。 方恩山郑重的读出声来,杰克表现不错,技术分竟然落后。 王凯怅然若失,他不偏不倚,给了惠康和杰克同样的分数。 赵洪和紧缩眉头,他给了杰克高分,结果怎么会这样? 张大强目光紧缩,看着众人表情,分数不对。 订单是鱼饵,王凯会不会吞了鱼饵却跑了鱼? 大鱼上钩不能急,必须在水中溜溜。 李玉玺不慌不忙。 呃,大家说说吧。 这是典型的领导式语气,先听群众的意见,再拿主意。 结果就是个数目字,一清二楚写在白纸上,从何说起? 评委们不知道领导心思,不敢乱说,面面相聚。 方恩山从简单的部分开始,举着评估表说,我有个建议,这次招投标共有市中心和终端设备两部分。 中联在终端设备分数第一,惠康在市中心分数领先,是不是可以各取所长啊? 这其实是违反招投标流程的,但是招投标流程本来就是个挡箭牌,可用可不用。 这句话果然说到李玉玺心中,他一拍桌子拍板道,嗯,好,就这么办。 赵红河对结果十分诧异,周睿的方案很合他的心意,惠康分数不应该这么高,想找借口,阻拦宣布结果。 起码,是不是向刘书记汇报一下? 先宣布结果,再向局长汇报。 李玉玺耍了花枪,示意汇报结束,方恩山见机起身带着评委们就要离开。 赵红河站起来拦着门口,局长,都宣布结果了,还有什么好汇报的? 方恩山带着评委走向了另外一个大门,大声地回答道,我们必须按照招投标流程宣布结果。 等等。 张大强突然开口,这是他在招投标过程中第一次表态,与以往嚣张霸气判若两人。 大强,请讲,李玉玺语气客气,显得极为生硬。 这份评估表有问题。 张大强从一叠评估表中挑出了两分,递到李玉玺面前。 李玉玺先看右上角的名字,林申,来自规划设计院。 两份评估表并排放在桌面,秘密顿时揭开,惠康全是满分,杰克全是一分。 镇磊分明,香港和华东区主管支持雷立行,碍于赵大群的面子,保持暧昧的中立。 其他六名主管都是造反派。 赵大群摸清了态势,做好开战的准备。 李玺,你是什么意见? 雷立行盘着胳膊苦笑。 我能有什么好办法,听您的吧? 嗯,截灵还需记灵人,你们说吧。 赵大群从来不直接冲突,把球踢给他人。 方鸿尾斩钉截铁,不留余地地回答。 我没法与雷先生共事了。 都是这个意思吗? 赵大群追问道,六名叛乱主管一起点头。 赵大群转向雷立行,等他的答复。 雷立行在等待洛家的消息,暂时缓和。 今天对我触动很大,我想要几天时间考虑一下。 应该的,今晚就是年度晚会,应该有个结果。 还有五个小时,你考虑一下。 赵大群拉开椅子走出会议室,雷立行掉进了陷阱,没有翻身的可能。 洛家连续拨出电话,交警小黄计划财务处的小魏,信息中心的小河,消息很快传来。 昨天下午,通管局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,随机通知待命的评委。 如果林申真有问题,要么抽取评委之前已经被搞定,要么有人连夜做通了他的工作。 洛家相信直觉,又开始另一串电话,打听林申的背景。 真相渐渐揭开,他是交通建设规划院的一个副所长,多次参加通管局的招头标工作,主要从事公路和市政勘测设计和咨询工作,完成过上千里的高速公路设计。 啊,我记起来了,林申参加过一期工程的招头标,我有印象。 周瑞忽然高喊一声,如果这样,他便很有可能与惠康早有往来。